父母早逝的朵儿和哥哥相依为命 他在乡下开了间储物店 买卖也算红火 这天突然得到哥哥失踪的消息 朵儿时温担心就收拾包裹 独自一人赶往京城 他找到哥哥的师父徐老爷学问线索 得知哥哥最后出现在墨府 便冲动想要去查找 但被徐老爷急忙拦下 告知他墨府可不是随便就能进去的 花音刚落 门外一仆人缓缓来到徐老爷身边 福尔说 小姐宁死也不愿去做冲洗新娘 徐老爷听后心疼不已 转头看着眼前的朵儿 心里生出一剂 露出得意的奸笑 他把朵儿打晕送入花轿 朵儿在轿中慢慢醒来 他很快便明白 自己代替小姐出嫁 朵儿想要逃跑 左右看都有壮汉盯着 也不好脱身 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 花轿在欢天喜地的氛围下 到了目的地 朵儿在喜娘的搀扶下跨过大门 走过长城的连郎 却在下台阶时 崴了下脚 红盖的滑落 他竟看到下人们都穿着丧服 立刻发现自己不但是替甲 而且用来冲洗 内心十分不快 朵儿强忍着自己的心情 来到了婚房 他看到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的心狼 有些害怕 但还是走上前 确定他是否还有呼吸 就在这时 男子突然睁开了眼 看到他胸前的蓝猪就要抢 朵儿以为他要非理自己 一把抓住贤猪手 用力把他推到床边 自己趁机逃到一旁 谁知男子却一步步靠近 朵儿拿出他的秘密武器器 把男子吓得躲在桌下 他借此跳出窗户 就在这时 男子父亲听到叫声 急忙推门进来 发现了儿子死而复生 开心不已 原来男子是莫府大将军末尘 而且也是京城首富 此时的末尘有些奇怪 竟认不出父亲 还要将他赶出去 末尘看着自己的双手 心里想着 一定要找到朵儿 另一边 逃出来的朵儿 在街上闲逛 肚子饿得咕咕叫 被烤鱼香味吸引过去 酒足饭饱后 尴尬告诉老板娘小红 他没带颜两 小红看着十分可怜 就提议莫府正在招丫鬟 让他去试试 朵儿听后 正合他的心意 因为哥哥最后 也是在莫府出现 他可以趁机查找线索 谢过小红 朵儿就去参加面试了 莫府门口站满了人 朵儿进府后 就被管家询问 工作经验 这一幕刚好被莫臣看到 他命侍卫大壮 一定要把朵儿留下 朵儿顺利地 应聘上了丫鬟 他被大壮 领进一间粉色的屋子 正惊讶着房间装饰豪华 莫臣走了进来 朵儿才明白 之前逃婚的新郎 竟是莫府大少爷 他赶快解释自己的身份 莫臣却不理会 让下人搬了一堆玻璃珠 放在屋里 得意地说 只要他签下手中的契约 这些礼物都送给朵儿 接着慢慢靠近他 随着地上的毛笔 划倒了莫臣 他刚好亲中了朵儿嘴 瞬间就化作了一只猫 朵儿被眼前的画面吓坏 躲在桌子边 瑟瑟发抖 晚上就拿着包袱要逃走 他爬到墙头 回想起失踪的哥哥 认为不该惧怕一只猫腰 正打算返回去 却看见了莫臣 他飞到朵儿身边 说自己不是猫腰 然后便拉着他 飞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莫臣向朵儿解释 他是来自猫星球的王子 只是附在了莫臣身上 意外与朵儿建立了主仆契约 朵臣让朵儿解除协议 放着自由 朵儿得意道 就是不牵 谁知下一秒 他就被秋千撞晕了 莫臣因主人受伤 自身也会有同感 便也晕了过去 次日早晨 朵儿缓缓醒来 见莫臣变成猫 趴在自己胸前 愤怒地用力捏着他的脸 他趁着莫臣 还是猫的样子 逃出来查找线索 路过花园时 听到下人在说珍宝阁 阴森恐怖 曾有个匠人在那里失踪 朵儿听后 判断可能是哥哥 于是借着打扫的名义 溜了进去 他细心地发现 竹台上的血迹 还看到了在捉缝里 哥哥落下的手稿 朵儿刚转身 就撞到了莫臣 莫臣毅然让他签协议 不然自己每天 只有一半时间 维持人形 朵儿也不认识上面的字 怕是卖身器 就不愿签 直接把协议撕毁了 莫臣见状 十分生气 困住朵儿手 将他抵在门边 机灵的朵儿 想起上司亲了下 他就变成了猫 于是想照做一遍 谁知莫臣却没变身 他捏着朵儿的嘴 询问为何人类 喜欢稳在一起 朵儿愤怒地 将他的手打掉 意外触碰到蓝珠 莫臣又变成了猫 朵儿此时才明白 变身的秘诀 是接触蓝珠 他为了报复莫臣 刚才欺负自己 故意把他放在水里 不料却意外 再次碰到蓝珠 莫臣就这样 赤身裸体 出现在朵儿面前 吓得他大叫起来 莫臣得意地 把朵儿手 放在自己 剑瘦的胸膛上 朵儿见状 慌乱地跑开 留下莫臣奇葩地以为 他在轻视自己的肉体 于是跑到笑脸场 与世卫对打 一切心中不满 无意间 竟瞟见了自己姐姐小红 他一直在找莫臣 想要他回到猫星球 莫臣解释 因为有主仆契约 所以不能离开地球 他还把协议 被朵儿撕毁的事情 告诉了姐姐 接着询问他 有其他解决方式吗 小红笑着说 唯有真爱之问 莫臣嘚瑟表示 这件事非常简单 只要略失小气 就会手刀擒来 周身都散发着自恋 到了晚上 莫臣就约了朵儿 将他的眼睛蒙住 院内挂满了灯笼 五颜六色 十分温馨 莫臣内心想着 肯定让着迷倒 在自己美色中 成功夺着一吻 他随后双手拍拍 漫天飘起孔明灯 场景浪漫极了 是表白通用手段 莫臣慢慢靠近 周围只有彼此的心跳声 但这样的姿势 是在考验两人的柔韧性 他见时机成熟 便亲上去 谁知朵儿反手就是一巴掌 骂了句色猫 莫臣看一技不成 于是用美食幼稚 等把他喂肥了 再下手 朵儿久做饭饱后 身体并没泡 莫臣一脸疑惑地抱起他 慢慢靠近 想着吃那么多 长在哪里了 朵儿故意提议去划船 因为猫不喜欢水 把莫臣吓得在船上 留下了爪痕 朵儿健壮 脸上总算露出笑容 他放下戒心 向莫臣表达 对哥哥的想念 莫臣看着柔弱的朵儿 内心泛起一阵涟漪 伸手想要抱他 却紧张着放下 这是天空开出了朵朵烟花 氛围刚刚好 莫臣缓缓贴近 眼看就要亲上 朵儿却给他的嘴巴塞薄荷 打断了美好的幻想 莫臣觉得挺好吃的 最后竟变成 不断地喂薄荷 以搞笑的画面落幕 莫臣没得到真爱之吻 竟来到花满楼 想从他们的口中 寻找捕获朵儿芳心的办法 其中一女子 说所有事情 只要几杯酒下肚 就能解决 于是她拿了上好的茅台 想要灌醉朵儿 机灵的朵儿立刻会议 她自己是谦卑不醉 故意不拆穿莫臣 一杯杯地陪喝 很快莫臣就醉了 朵儿趁机想要她帮忙找哥哥 朵儿正要回答 却被朵儿可爱的脸庞吸引 双手紧紧抱住她的腰 头刚好趴在了朵儿胸前 朵儿羞涩地急忙推开 等朵儿再次醒来 脸上被朵儿画了猫咪图案 她有些伤感地向朵儿解释 只有解除契约 自己才能回家 朵儿被她真诚打动 就提议让朵儿帮她找哥哥 自己便给她真爱指吻 朵儿同意后 两人就去了她的秘密基地 做了猫星球的定协议仪式 朵儿用舌头舔了朵儿的脸 以示承诺 接着让她也照做 朵儿却害羞地离开 让她先用千里耳 查找哥哥的线索 朵儿坐在床上努力倾听 但使用灵力过猛 直接变成了猫 朵儿担心地看着她 温柔地抱起 帮她抓痒痒 直到晚上都守着朵尘 朵尘看着眼前的朵儿 心动不已 次日早晨 恢复力量的朵尘 和朵儿躺在了一张床 还在睡梦中的朵儿 对着她上下棋手 朵尘快要控制不住自己 赶快抓住了她的手 这一下把朵儿惊醒 她看着两人的状态 大叫着要反抗 谁知朵尘瞬间将她按在身下 强大的男友力 让朵儿顿时脸红 气氛十分暧昧 这天日落国公主和王子来到京城 他们被安排在墨府接待 谁知王子却在墨府中毒了 公主十分生气 让朵尘必须查到凶手 朵尘从下人口中得知 王子最后去的是花满楼 于是他们便到那里 武器们都作证 王子醉酒后 独自待在房间 没有出去过 朵尔细心地在窗户边 发现了鱼鳞和脚印 这时其中红衣武器随后说道 水池锦里少了一条 聪明的朵儿拿出红色珠 蓝衣武器健壮 周身发光 疯狂扑向朵儿 还好墨尘及时护住 他只是轻微被抓 但因两人签订主仆协议 很快墨尘手上也出现了伤口 姐姐小红专程给他送药 并提醒蓝衣武器不是凶手 鱼妖才是王子中毒的原因 他们正聊着被朵儿打断 墨尘把他带回秘密基地 温柔地给朵儿抹药 朵儿却俏皮地站在床上 一副高高在上的主人模样 还嘚瑟地伸出手 指挥墨尘擦药 墨尘却十分配合 他严肃地告诉朵儿 接下来抓鱼妖事情 让他不要参加 乖乖呆在墨府 其实他是担心朵儿再受伤 朵儿嘟着嘴巴 不满墨尘的安排 然后就擅作主张 找到了墨家二公子 让他帮忙 他们根据最近发生的案件 推测到下次作案时间就在午夜 碰巧今天刚好是七夕节 两人假扮情侣 出现在热闹的大街上 不料才到那里 却被老者拦下 通知他们没有带情侣节 无法入场 除非给对方捏面人 为了抓到鱼妖 朵儿只好硬着头皮照做 但还是没有瞒住老者 眼看就要拆穿 二少爷抓起朵儿手跑了起来 谁知这一幕 刚好被前来查案的墨尘看到 他马上跟在朵儿后面 还粗意十足地嘟囔着 要把他锁在家中 只对自己一笑 然而接下来的画面 更让他气愤 朵儿和二少爷 竟穿针眼线 眉目传情 墨尘立刻用灵力 将红绳便消失 接着若无其事离开 朵儿见后震惊不已 警惕地向周围望去 却没看到他心里想着那个人 就在这时 空气中传来悠扬的歌声 朵儿跟着声音走到小巷中 觉察到前面男子不对头 便念他杂晕 突然天空飘下红衣女子 看这架势 他便是女妖 他用灵力把朵儿摔倒在地 与此同时 墨尘马上感应到 及时地出现 打跑了女妖 回到墨府 墨尘瞪着朵儿 生气地抱着她 来到秘密基地 霸道地要求朵儿 不许和别的男人过气息 更不允许对其他男人笑 朵儿反抗她的专制 下一秒 墨尘从后背拦着她的腰 宣示主权 朵儿是自己的 深情地为她带上灵的 让朵儿再遇到危险 就摇动她 自己便立刻会出现 收到礼物的朵儿 内心十分开心 故意逗她 询问七夕那天的事 墨尘一脸尴尬 机智抓住蓝猪 变成了可爱的猫 朵儿只好无奈地 把她抱在怀里 此刻的墨尘 竟觉得朵儿生气的模样 也是如此的漂亮 明白自己 已经陷入了 人类的爱情中 此日墨尘就在大街小巷 贴满了拍卖红猪的消息 鱼妖看到后 如愿而至 一身黑衣前来寻找 殊不知 这时墨尘已经布下陷阱 但鱼妖也十分精明 她派去的也是替身 鱼妖自认为可以逃掉 却被墨尘在府外找到 然而她为了保护朵儿 还是让鱼妖再次逃跑 墨尘着急去追 临走前盯住朵儿 在这里等她 紧接着追着鱼妖 进入到了树林 随着歌声的响起 她竟然陷入了幻境中 而朵儿因为担心墨尘 还是跟了过来 她听到歌声后 快速地撕掉衣衫 堵住耳朵 然后用纱布包着蓝珠 照亮了前行的路 鱼妖也在此刻发现了她 朵儿赶快把蓝珠扔了出去 转移鱼妖注意力 她趁机想要唤醒墨尘 不料鱼妖很快发现被骗 恼羞成怒地攻击墨尘 朵儿为了保护她 被打成重伤昏了过去 有同感的墨尘 马上清醒过来 一击必杀拳 打倒鱼妖 战斗结束 墨尘急忙抱着朵儿 回到了墨府 大夫诊断需要静养 不能再受寒 看着眼前虚弱的朵儿 墨尘担心地紧握她的手 还便回真身替着取暖 贴身照顾朵儿 见得无法吞药 就用嘴巴喂 没日没夜地守护她 朵儿缓缓醒来 看到面前睡着的墨尘 内心感动不已 察觉她就要睁开眼睛 便假装昏迷 墨尘自言自语道 朵儿作为人类 替自己挡了掌 有主人的模样 装睡的朵儿听后 马上坐着起来 炫耀自己也十分厉害 墨尘这次却没争辩 只是体贴地给她喂药 朵儿嫌弃味道太苦不要喝 墨尘惯性地用嘴巴给她度过去 画面甜蜜的不忍直视 随着鱼妖的消失 王子的病也好了 她立刻宴请墨尘 表达了谢意 公主更是把红猪 作为礼物送给了朵儿 并提议让他们 一起去日落国玩 朵儿愉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几人准备好出行 墨尘想要和朵儿 坐同辆马车 谁知众人都挤在了一挤 没有给两人独处的时间 他的脸色越发难看 而朵儿因为路途颠簸 有些反胃 墨尘见状 马上让停车休息 他着急地买药 却看到朵儿和二少爷聊天 把他气得独自 做了其他彻色 每一会儿到了驿站 墨尘粗意难消 侍卫竟给他拿了 梁山博和驻英台的书记 要着学习人间的爱情 到了晚上 墨尘就给朵儿跳起球爱舞 屁股扭一扭 满身插着菊花 地上用花束摆成了新型 暧昧地给朵儿嘴里塞上花 只是哪个女人看到 一堆白色的花会感动 就在这时 二少爷来找朵儿 墨尘吃味地要着他决战 还没出手 已经被朵儿变成了猫 二少爷看着一地的菊花 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朵儿 朵儿尴尬地回应 自己最近有些上火 两人正聊着 墨尘没按耐住脾气 朝着二少爷就扑了过去 此时二少爷再次找到朵儿 思索整晚 认为猫太过于躁动 让他交给自己一日 会将猫驯服 朵儿想着总有人能压制墨尘 于是把他给二少爷了 留在房间的朵儿 反思他是不是有些过分 心里担心起了墨尘 突然侍卫闯了进来 告诉朵儿 墨尘变成的猫 要被二少爷拿去做言歌 朵儿听后急忙跑过去 却被挡在门外 紧急时刻 他冲进房间救下墨尘 墨尘生气地坐在屋顶 朵儿赶快上前安慰 给他送了亲手缝制的薄荷香囊 见他还没消气 便假装要扔 墨尘一马抢过 争夺的氛围十分暧昧 墨尘克制不住自己的心意 深情地向朵儿表白 接着慢慢靠近 想要亲吻 愣神的朵儿脚下一滑 墨尘急忙抱住 蝴蝶围绕他们 两人飞到了秋千上 墨尘不想停下刚才的事 朵儿紧张着小角度的颤抖 眼看着嘴巴交碰在一起 他却不停地打喷嚏 只好尴尬离开了 晚上墨尘和二少爷喝醉在房间 朵儿宠溺地看着眼前的墨尘 温柔地扶起他 把他放在床上 还没缓和片刻 墨尘突然站起来 紧抓朵儿的手 感受到他快速地脉搏跳 于是自恋地说 没人能拒绝他的告白 朵儿却疑惑 一只猫也要谈恋爱 根本不可信 但他也明白 在这么多天的接触中 自己的心也在向墨尘靠拢 墨尘乘胜追击 再次表白 他不想回猫星球 要陪朵儿一生一世 朵儿无法再躲闪 他深情的眼神 温柔地看着墨尘 等待他的亲吻 谁知墨尘只是亲了他的额头 门外忽然传来电小二声音 墨尘警觉地让朵儿留在房间 自己开门查看 精明的他马上发现不对劲 一群黑衣人袭来 朵儿经到动静也跟了出来 墨尘为了保护他 身体挨了一箭 幸好侍卫及时赶来 朵儿心疼地看着墨尘 轻轻地为他上药 小心翼翼地缠上纱布 担心地说 让他不要为自己冒险 墨尘把羞涩的朵儿拉进怀里 四目相对 情意绵绵 两人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就这样 一只猫和人类 没羞没臊地谈起了恋爱 未来他们会有怎样的发展 关注巴梁 下集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